好 熙明 在周日双方爆发冲突的第一天 你就举出来说 邓小平收复了香港 这个张泽民收复了澳门 如果钓鱼台在胡锦涛的手上钓的话 他就是千古最刃 你是第一个提出这关键的 现在还是像这个样子吗 现在胡锦涛 他觉得不能忍受 在我手上钓了钓鱼台吗 而且胡锦涛 他不像他的表面如此温文如亚 他是非常强硬的什么 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历史定位吗 他能够接受历史这样的写他吗 当然不行 胡锦涛十年给人感觉温文如亚 其实私底下有给他取个外号 什么外号叫免礼针 什么叫免礼针就是平常温和 就像棉花一样软 但是他硬起来就像针一样 这么可怕 对 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当年他为什么会受邓小平赏识 就是1988年的时候 1988年3月5号西藏发生独立运动 然后发生暴动 那个时候连赵紫阳都不主张 武力镇压 你知道胡锦涛说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 答 除了是我负责 真的假的 对 3月7号西藏就戒严 到现在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 到现在是迷 但是他就动手了 那个时候他是什么 他是西藏自治区的书记兼成都军区的政委 所以成都军区的军力在他手上 但是西藏他戒严就打下去了 就因为这样强硬的手段让邓小平好欣赏 哇 西藏 我跟你讲那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罚戒严律 就胡锦涛罚了 真的吗 真的 所以 哇 这个 再来一看 这个人了不起 是 决定选他当 指定他当 接班人 接班人的接班人 所以他接班的时候 但是外国媒体是who is who 还搞不清楚 谁是胡 我跟你讲 你看薄熙来在重庆打黑 搞得这种意气风花 多大打红唱黑 结果胡锦涛也没有讲任何话 完全没讲就让你去 结果14号两会闭幕的时候 薄熙还坐在那边的时候 坐在那边很开心的时候 你看 还坐在那边很开心的时候 有人碰我当事 不是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当事 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李源潮 就是胡锦涛的第一系 带着国务院总理张德江 两个人就在这个时刻 已经到了重庆去了 胡锦涛完全不动声势 已经到了重庆去了 这14号 15号李源潮在重庆就宣布 薄熙来辞职 张德江国务院副总理 接重庆是委书记 是 哇 你看这种严密的 一步一步接紧紧的 而且重庆代表团就突然的 失踪了 这完全是 你说这谁敢动这个手 胡锦涛 但动手有没有动声色 完全不动声色 有没有事先知道 完全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胡锦涛的厉害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钓鱼台事件 这一根针 不把小日本刺痛 他怎么会能够了这个心头之恨呢 他历史定位要怎么来解决呢 小邓为什么这么欣赏胡锦涛 因为小邓也是这种个性 毛泽东曾经说小邓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小邓就像一座钢铁公司 所以当年这个香港要回归的时候 这个铁梁子才建福人 1982年9月14号跑到大陆去 做了人民大会讨 打说 哦 这精彩了 钢铁公司遇到铁梁子 钢跟铁你看 钢跟铁一定会坑坑有声 对 果然 他们坐这边的时候 这个邓小平根本话都不啰嗦 香港是一定要返回来的 你不必讲 加上你们不缓 我们跟军队打进去 直接这样讲 直接就这样跟这个 这个蔡先生夫人讲到 好 那这个香港的总部 这个邓小平讲说 香港很乱 那个香港很复杂 不是你这个治得了的 那个邓小平就说一声 你走啦 你走过来 过来他就过来 站起来邓小平 啊一直很难 對,對方是英文很高,你根本就不在乎,其他站起來其他注意的人一樣,為什麼? 而且他就跟他講說,香港你說我治不了是不是,那你來治理大陸看看。 意思是說,大陸你治治看,大陸的哥老子都治得好好的,香港打了哥老子不行,知道,就這樣講。 然後他跟他講的時候,你知道,中共在以前真的是一個習慣, 就他們要放一個台南綠在旁邊,因為中國民黨有時候要順順合攏,那天不知道大陸是故意的還是怎樣,就一直,才是要講話的,因為這個時候,才是不能目的只有一個,不還香港,他不願意還香港。 而且他之前進去的時候,還說他非常有信心,能夠說不定小平,不會還香港。 結果,他說他不想還香港,大陸就,就一直吐彈給他看。 剛剛這一個英國的淑女,在他的面前吐彈。 吐彈,老子就去吐你的彈,吐你的槽,吐你的彈。 我看你怎麼樣,鄧小平有這種直來直往的個性,他發覺到這個吳錦濤,溫文如想的外表之下,有一顆跟老子一樣,鋼鐵的心。 所以,我告訴你,鋼鐵,釣魚壇不會這樣輕易的過去。 好,那溫先生,我們要了解接下來,到底會怎麼走。 要了解接下來,中日中美的情勢會怎麼發展。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胡錦濤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剛剛,西平有提到說,過去他曾經不惜流血鎮壓西藏。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他擔任王初的期間,十年沒有聲音。 我們看到,接了國家這個所謂的這個總理,國家主席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聲音,不是嗎? 但是呢,為什麼他會被鄧小平隔代輕點? 這個在全世界政壇很少見。 這就是柴契爾跟鄧小平談判的一個畫面。 各位要了解,鄧小平在接近柴契爾前沒多久,他就陰沉抱怨,出兵攻打北越,越南。 越南的軍隊啊,越共的軍隊是全世界啊,曾經打敗法國,也把美國趕出去的。 結果呢,中共解放軍,居然就在鄧小平指揮之下,就跨過這個國界,打到這個北越進去了。 而且差一點要打到河內。 你就知道說,鄧小平矮蹬矮蹬啊,但是呢,他該硬的時候,所以,柴契爾夫人,這個算是踢到了一個鐵板。 那我們都可以理解到說,中共的這些領導人啊,鄧小平是在越南的,他曾經有過戰績。 你說江澤民,其實也有,胡錦濤到現在為止啊,文周周的。 那麼,其實我是覺得胡錦濤啊,因為他十八大,他就一定要交棒。 交棒之後啊,根據中共他的這個,軍委的那個形態,他大概會比照像江澤民一樣。 他不會說,馬上把槍桿子的這個權力,交給這個習近平。 可是呢,事實上,江澤民到現在,對於中共解放軍的影響力還在。 這也是胡錦濤,他一直不太願意說,太過招搖,或者說,態度比較強硬,像鄧小平出兵越南,或者是江澤民,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 而胡錦濤,我覺得他現在十八大之後,大概還可以再延續兩年軍委。 但是軍委這兩年內,如果說,日本對於釣魚台的事件,還是執迷不悟的話, 真的就像這一本書啊,書名講的一樣,非打不可。 中日之間,終將一戰。 因為以胡錦濤,他認為他一定要在歷史留名。 從鄧小平以降,到江澤民,到他,絕對不能說讓中國人丟臉。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時間啊,其實對胡錦濤來講,他比習近平還緊張。 好,如果你是胡錦濤,你是中國的領導人,你要卸任了。 現在歷史正在記錄你這十年,功過如何,你釣了釣魚台,這口氣你驗得下去嗎? 我們在記錄的統領召咬說,可以去嘴巴嗎? 我們有什麼東西來講,我去看你了?